现在U-bike很夯 许多地方都在争取设置逐介站 而在上个星期五 系纸第七站金融国小站成立之后 接下来呢 目前在规划中的包括了中心路、圆芯广场 东市、宜兴里 还有白云文化公园前面等等 都将要在最近开始实作 预计年底要达成系纸18个逐介站的目标 这是在上个星期五 北风里金融国小U-bike逐介站热闹启用的画面 包括了副市长侯友宜、议员、区长 还有好多的李明都来参加 从今年初开始 新北市政府将台北市的U-bike延伸 现在系纸设了三个站 并且从下半年度开始又陆续的增加 而在系纸第七站金融国小站成立之后 接下来呢 大家都很关心 已经会看过几次 在中心路上的圆芯连行广场 有机会成为第八个逐介站 里长很开心 半年前啊 就跟那个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啊 他们来汇宽了好几次 他说我们这边很适合这个做U-bike 所以大概他们答应 大概最近啊一两个礼拜就会 就会把它全部弄好 那这个中心里啊 中心里的人啊有福啦 那包括我们系纸公所 系纸火车站 国泰医院 还有系科北站 那还有张树国小 金融国小 那还有一个文化 那个白云国小 总共七个站 那未来陆陆续续还会在 像系纸的南站 那文化白云公园白云里的 像五毒火车站 那陆陆续续会配合我们交通局的 来寻觅地点 那跟这个U-bike设置前的 这个签字作业 系数系纸 七个站 公所也都全力配合 包括金融国小 张树国小 及接下来也将成立的文化 白云公园前面 都会先协助来进行整地 再交由交通局来设置 以目前的进度来看 接下来包括这个圆星人行广场 还有东市宜兴 都将在最近设置U-bike 其中在圆星广场这里 里长说目前市府 都已经整地 并且接电应该快了 地下管线都弄好了 都全部好了 现在只有上面 几个螺丝 来锁一锁 就开始了 不是说只是 骑一骑去走一走 像小孩子上学 可以从这边 一起U-bike到捷运站去 那不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内都免费的 那现在就是他们回来 就可以坐别的U-bike回来 后续应该是圆星广场 那个会等于是 系纸地区的第八站 那圆星广场之后 还有一个这个东市跟 宜兴的活动中心旁边 有另外一个U-bike站 那应该是第九站 那陆陆续续会 其他的U-bike站 陆陆续续在年底前 会来试坐 今年初系纸设置了 系纸行政中心 国泰医院及系纸火车站 三个店 而接着系科站也成立 现在白云国小 张树国小 金融国小都已经加入行列 接下来还有好几个站 要陆续成立 今年底要达成 系纸18个住届站的目标 家常慧玲 系纸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